这个男孩是一只丑陋的老鼠 他才华横溢 但是由于出身低微 所以他的台前观众只有眼前这些龙中老鼠 尼克和老黑正在调查一起诡异谋杀案 他们顺着线索找到了正在演奏的男孩 刚想询问男孩几个问题 他父亲就气势汹汹走上来阻止 他认为警察只是想嫁祸他们这种低层人 禁止儿子回答尼克他们的问题 看到老黑抓住了 激动的父亲直接显露出了原形 这一幕刚好被旁边的尼克看了 最后父亲涉嫌袭警被警察逮捕 男孩吓得赶紧逃跑 尼克见状追了上去 最后在湖边将气扑倒 害怕的男孩显出原形 却被尼克一拳打倒在地 随后两人被带回了警局 男孩父亲告诉老黑 自己的儿子是个神童 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 也拥有很高的音乐天分 但是由于自己的不属人身份 一直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但是由于富二代马文的陷害被迫停血 与此同时 男孩向尼克交代了当晚不在场的证据 最后男孩被无罪释放 而他父亲因为袭警被拘留了下来 但是回到家的男孩很快就收到了警局的电话 通知由于他的父亲拒绝进牢房受了伤 造成了脑震荡 目前在医务室接受治疗 48小时后才能探望 父亲的受伤让男孩的情绪彻底失控 他决定报复那些陷害他的人 愤怒的男孩跑到了仓库 打开笼子放出了所有老鼠 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